印度北部在上周日清晨发生了列车出轨事件 目前已知至少有120人丧生和超过200人受伤 这是印度老旧铁路系统近年来发生最严重的灾难 救难人员还在扭曲变形的列车残骸当中搜寻生还者 事发地点是在印度北方省的偏远地区 列车有14节车厢出轨 由于事发当时许多乘客都在睡梦当中 被猛烈的碰撞吓醒 至于肇事原因 目前研判很可能是铁轨受损所导致 以上新闻由严诗云编辑播报 11点请您继续收听 整点新闻